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来谈一谈贺维老师给塞罗球迷长破坊这件事 其实贺维老师并没有什么错,说得很对 对不对 贺维老师这句话说完了之后 塞罗球迷就很多攻击贺维老师说 你不懂球,你懂塞罗味,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对不对,你就在那乱输 我们来讨论一下贺维老师到底懂不懂球 在我看来 贺维老师就是当今咱们这个华语圈足球解说的天花板 他就是足球解说界的梅西 对不对 他成功的开创了一个足球解说的新纪元 过去呢,评价足球呢 都是说技战术啊 包括一些足球深刻的粉丝 这方面黄建祥做的特别好 那么还有那种足球大百科什么都懂 詹俊做的特别好 技战术这块说的特别好的是张璐 那么贺维老师呢 另辟蹊径,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就是把足球和艺术性的解说 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到一起 所以说呢 足球界的解说诗人 就是贺维老师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说贺维老师就是开创了一个解说的新天地嘛 那么后来呢 我估计也会有很多足球解说人 来模仿贺维老师这种解说风格 就是深得人心嘛 那么既然能把解说上升到这种层次 升华到一定高度 那你说贺维老师懂不懂球 他当然懂球了 那么贺维老师说呀 是曼联呢 在失业杯结束之后 成功的解决了塞罗的问题 技术是问题啊 那么这支球队呢 才真正的走上正轨 走上正轨 对不对 之前没在正轨 那么这支球队才真正的成为了腾哈赫的球队 也真正的进入了腾哈赫的时代 咱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是问题啊 什么是正轨啊 这就证明你塞罗在曼联的时候 这支球队没有走上正轨吗 那你塞罗有问题吗 那你是个问题球员吗 那么也就证明塞罗在曼联的时候 他不听腾哈赫的吗 所以说塞罗走了之后 这支球队再真正的成为腾哈赫的球队 我认为贺维老师说的没有问题 对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咱们看一看塞罗在这个赛季啊 那么在曼联期间的那个表现 你比如说提前退场 比如说不服从球队的这种训练安排 自己主动的就停训了 对不对 这些都是问题啊 那你在球队有这种优越感的话 或者说有这种特权的话 它是不利于球队团结的 而且你塞罗在场上 你表现的的确不好 对吧 的确不好 咱们都不是说塞罗有没有这个能力 就算你有能力 但是足球比赛菜式原罪 你发挥的不好 你肯定是有问题 但是就算是你在场上发挥不好 你场下能不能发挥你一个 老大哥的应有的作用呢 没有 对不对 当球队落后的时候 塞罗并没有鼓励队友 也并没有给队友加油 鼓劲 对吧 也并没有起到更新室那种核心的 这种领导的作用 并没有把这支球队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那个时候 曼联踢的就是一盘散伤 对吧 而且当塞罗自己踢的不开心的时候 他还和那个维拉的那个后卫吗 不还在进区里摔跤吗 其实这不都是问题吗 不论是场下还是场上 塞罗做的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塞罗走了之后 唐哈赫把这支曼联的 很好的有机的融合到一起 使这支球队变成了团结能打硬仗的这种球队 而且还成功的激活了拉斯福德 拉斯福德 施益威之前和施益威结束之后 他这个表现完全就是两个人嘛 对不对 之前的拉斯福那是真了 现在的这个拉斯福真的是师傅 那你能说 这跟塞罗没关系吗 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说一下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球队走上正轨之后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曼联急需解决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塞罗接受摩根采访的那个事 其实塞罗这个事啊 办的挺狠 有点杀人猪气 他自己已经想明白了 就是不跟你曼联合作了 对不对 你不是不拿我为核心 不拿我当主力吗 那我就背后给你捅一捅 对不对 老乡见老乡 背后出你开一枪 他主动邀约摩根采访 大肆吐槽曼联所变的问题 曼联是个老牌的俱乐部 在20年前 那是跟皇家马德里 半日猛击黑和AC米兰 并驾齐驱的欧洲四大豪门呢 对不对 完了你让塞罗一顿吐槽之后 把曼联的这个问题啊 全暴露出来了 不可外扬塞罗把这些家属 全暴露出来了 对不对 什么管理不职业不专业 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我走钱什么样 我回来现在还是什么样 对不对 什么更衣室啊 软件硬件都不行 反正一顿的大肆吐槽 把曼联的那点 磕身的事 丢人的事全说出来 这把全都知道了 对不对 其实塞罗呢 他是属于那种不吐不快 我一定要说 我说出来我就得劲 但是塞罗这句话说完了 你则对曼联现有的球员 影响有多大吗 对不对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们还得继续踢啊 那么塞罗说的这些话 肯定会对曼联的这些球员 心理上产生的一种波动 对不对 他就导致就是说 想法更多了 那么这支球队在塞罗 接受完采访之后 就更难捏合到一起了 那么恰恰是 唐哈赫有着超强的 那种球队管理能力 在塞罗给曼联 创造了这么多场内场外 花边新闻的时候 影响这么巨大的时候 造成这么恶劣影响的时候 唐哈赫还能把这支球队融合到一起 你说唐哈赫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那现在曼联这支球队打的 就是有章法 有节奏 有层次 而且进攻呢 还非常犀利 防守还特别好 这都是唐哈赫的功劳啊 我认为贺北老师说的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就是塞罗在场下 这个不服从管教 在场上呢 踢得还不值夜 走了之后呢 还给曼联爆出来那么多猛料 导致这支球队也差一点都崩溃 那么唐哈赫就是在这支球队 即将面临崩溃的边缘 把这些球员的心又收拢在一起 重新出发 重新启航 那么当唐哈赫真正掌握这支球队的时候 才焕发出了巨大巨大的这种战斗力 那你说唐哈赫是不是世界级名帅 我认为唐哈赫太好了 而且贺北老师说的也没毛病啊 对不对 句句都说在心海里 但是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 实话不好听 也刺耳 但是他毕竟还是实话 好了 我是超级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